以后他会传他自己的照片给我的 每天都不少 哈哈哈哈 没有选择吗 呃大概有 平常我就是很爱delete照片的人 哈哈哈哈 但是他的我全都传下来 哦哦 对对对 算是 算是 对他的一个 甜蜜的行动吧 哈哈哈哈 我大概可能每天都 都跟他说 我很喜欢你 周慧敏撇离婚谣言大放闪 天天跟老公说 我很喜欢你 我请你见 哈啰 哈啰 你好 你好 女生周慧敏回五年来台出席保養品代言活动 她老公尼正结婚多年 婚变传闻不断 去年还遭报已离婚加倍晋身出户 大家非常关心女生婚姻近况 男人非常正常了 哦 你要回去问那个写出来的那个人 尽拐不管 不怪了 其实在这个娱乐圈 常常每天都有很多 常做的新闻 就是平常心看待 时间过了 则会证明一些事情 她老公尼正本月五日迈入十五周年水晶婚 问到两人如何庆祝 因为当天很忙工作 我都过意不去 一直工作到 那天晚上的凌晨四点 我才睡觉 事后有没有怎么弥补她 不用啊 其实 有一次就问她 我要 我要不要怎样去报答你 她说 啊 你不要病这好了 因为我生病 她就很辛苦 她就更忙了 对对对 老公有送你礼物吗 送你送你 我叫她 其实我们两个都已经有共识 不要每一年都要去找礼物 因为我是不太有仪式感的一个人 她会坚持送我卡 就是周年的时候送我一个卡 手鞋卡片 手鞋的卡 因为我们以为是信用卡 有哭吗 你有感动多对吗 有没有 这么感动 过长过头 你会在 我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很多很多年前 她就 买了我一个 这个保险 健康的保险 就是26岁左右 现在 真的很感激她 当时为了做 为我做的这个事情 来台北工作 会待你 其实我今天晚上就久了 因为我 对啊 因为我想念我家里的猫猫 因为他们都年纪不少了 因为我 先生说他们 我不在家 他们就好像没有动的一样 所以 所以我这个猫猫猫要快点回去了 先生有没有说没有离开也没有动力 他还好啦 他是大人嘛 他会每一次一直传信息给你吗 就是拍猫猫给你 每一天都会传很多猫猫的给我 有时候他会传他自己的照片给我的 对对对对对 每天都不少 哈哈哈 你有使者吗 大概有 没有使 有很多都是照片 因为其实他也要报告我的生病 那个猫猫的情况给我听到 肉麻的点去 只有那个猫一碗吗 啊 可以了可以了 哈哈哈 很害羞 那他传自拍照你会传下来 平常我就是很爱 delete照片的人 哈哈哈 但是他的我全都传下来 哦 对对对 算是 算是对他的一个 甜蜜的行动吧 哈哈哈 比如说做gym的时候 会派他到哪里啊 就跟谁人吃饭啊 他传肌肉照给你吗 他在健身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 我太怕这种 哈哈哈 不用吧不用吧 如果在家 我大概可能每天都 都跟他说 我很喜欢你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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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